数千民众连三天走上街头 设置路障放火烧车 与警方爆发了冲突 甚至闯进了购物商场 释放烟雾弹 连续三天走上街头 法国民众抗议退休制度改革 越演越烈 数千人聚集巴黎协和广场 设置路障放火烧车点燃垃圾 向警方丢值十块 数百名证报警察坐证 释放摧尾瓦斯水泡和胡椒喷雾 强行驱散 人群甚至闯进了巴黎一家 大型购物商场 拿着布条高喊巴黎站起来 释放烟雾弹 李杜瓦还与保全人员 推挤冲突场面混乱 日前马克宏政府在国民议会开会前 动用宪法权力不经议会投票 通过将退休年龄从62岁延长到64岁 引爆新一波示威 其中开始有学生族群加入 使抗议更加猛烈 反对派议员提出了不信任动议 对行政部门怀疑颜色 如果通过那个必须总词 法案撤销 将在22号前进行表决 外界预期马克宏政府 应该能够挺过这次危机 在南韩财政部统计数字 显示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 从2013年2月的273万人 月升至今年2月的577万人 短短10年内翻了一倍多 分析指出韩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 已经60岁以上 但消费者物价指数不断上涨 他们无法安心养老 许多人必须要继续工作 维持升级 记者综合不等 我们下期术 eh 我们下期术